哈囉,我是潘怡勳 我是來自南洋技術學院 時尚美容設計師 五專三年級的學生 或許大多女生從小的時候 就會喜歡弄弄自己的頭髮 或者是把別人打扮得漂漂亮亮的 但是 我只是單純的喜歡 看著那些設計師去 幫著別人 梳妝打扮的時候的那些眼神 那些對自己的認可 因為某一些原因來到兩洋技術學院 我找到了我可以學的 我該自信 我該真正如何開始笑的理由 我找到了我人生的第一個目標 我想要好好學會這件事 我想要學會整個時尚系的任何事 因為我會想愛你 那其實當初走進時尚設計師的時候 我其實看不出來這邊到底有什麼特別的地方 完全沒有想到自己會那麼認真去投入這個科系 這個學業 這是因為我遇到了我們系上的老師 那其實這所學校的每個老師 他們都非常有心 當初我什麼都不會 然後他就跟我想說 那你要不要試試看去考柄級的證照 我每場比賽 我覺得很差 因為我會去反省說 你這場比賽你到底得到什麼 我有一場 比較印象深刻的比賽是 有一次我真的完全不知道自己會得 等那個時候 那個評審叫了我的名字耶 然後轉過身 我們老師居然哭了 真的 真的很感動 不是說我得了這個獎 而是說 我看到我們老師真的 對我們很用心 他真的是認認真真地在教導我 他用的是他的心 用的是他的陪伴 所以這個老師我會鎮盡一輩子 雖然大部分的時間我會學著說 如何把別人弄得太漂亮亮 可是對於現在的我來說 我可以把自己弄得太漂亮亮 因為我找到我自信的理由 我也找到我的專長 我的興趣 所以我有理由去自信 我也有這個資本去自信 我是萊陽技術學院 武專三年級 史上美容設計系的潘怡勳 那希望大家可以投我一票 謝謝